WCV常规赛 四川女兰对阵山东 现在比赛是来到第一节 最后三分钟了 苏长队是14比6 暂时领先8阵 给叫李莫 给护顶的含蓄 以双飞中头打进 苏长队第一节打到目尖位置已经领先10分了 两队都是背靠背 昨天都是有比赛 昨天山东输给了内蒙古 而四川是站上上海 羊鱼三分不中 苏长队身穿白色队伏的是四川队 身穿蓝色队伏的是山东队 上一场比赛韩旭是休息了一场 这场比赛也是迎来复出 以梦来发边就给他韩旭 再回李莫 告诉我给蓝牙韩旭啊 韩旭给蓝牙谁也防不住他 基本上就相当于是给韩旭送两分了 呃 相当于这边传球是出现一次失误 还有一分四十秒第一节比赛呢 应该说大家还是在一个慢热的过程当中 这王银竹 面对李梦的防守 杨恒鱼 篮下王银竹顶着王雪萌抢起 这球上篮打劲 这球上篮打劲了 王雪萌中投 球弹了一下弹劲了 追身的两分打劲 呃 几分已经来到 王银竹转身上篮 这球给了王雪萌的打手犯规 对位上就是呃 王银竹打内线 还稍微是有一点相对的优势 因为这个王银竹在上一场的比赛呢 就得到了十一分 并且命中率是八头四中 这边苏战队让王雪萌下去休息了 啊 赵雪彤 换上赵雪彤 换下了王雪萌 王雪萌两次犯规了 第一阶比赛两次犯规 有点多 有点多 呃 现在就 苏战队这边李梦是一场都没有休息 然后这个呃 韩旭和王思雨 两人轮着休息 呃 李梦现在就这个身体状态应该是非常好的 打完世界杯之后 女郎国手很多球员都是多多少少有一些伤 杨立维 黄思静 都是呃 休息了很久 赵雪彤 跟王思雨一样扎了个小辈的场上 感觉像王思雨一样 这刚才呢 山东队也是做了一个防守上的变化 对于上线的持久连藏 啊 这真的 给这个侧面跟王思雨感觉是更像的 身高比王思雨高一些 骗子 飘着这 啊 呃 蓝牌就拽一通拿到 哎呦 这个球直接被王星竹抢断了 没有人接应啊 今天四川远达美乐第一节的比赛失误 李梦 给韩旭 这边李双飞拉出来 自己来 中度打进 呃 这个李双飞也是四川女男夏天 引进了一名非常重要的球员 上赛季是在呃 这个北师大打球 大学生的球员 呃 非常有实力的一名队员 看一下第一节的一些精彩画面 李梦助攻韩旭上篮得分 今天是打成了两个 然后外线李梦的三分九 李梦这是开场之后的 回来 呃 第二节上来之后 这个山东这边划伤啊 纯替补阵容 呃 苏战队也是让李梦下去休息了 进入是给到李源 呃 这两场比赛李源也没有打 李源也是有一些伤病的情况 呃 还是之前说的世界杯打完之后 女兰很多国手都是出现了 大面积的伤病啊 当然很多球员本来世界杯期间就有伤 只是说带伤在作战了 像黄思敬呃 呃 一直在打这个止腾针 上来 然后连赛开始的时候也是休了好几场 赛季和贾赛齐 这是老中青三代啊 四川队的老中青三代都在场上 赛季 自己拔三分 这个球扔了三不战 啊 山东这边拿到前的篮板 上篮得分 李双飞 给到贾赛齐 再转移互定孙孟然 赵季同 这样比赛王思宇是轮休 苏英英的一个图在上篮 还是想说这个赵季同侧面来看 跟王思宇太像了呀 8分钟得到了9分6个篮 赵季同也是篮下上篮拿下2分 今天呢王志导也给了他很多的时间 看看他的表现 第9号赵季同好球啊 三分命中 再次命中一个三分球啊 赵季同是有篮子的 赵季同还是一名非常实力的球员 赵季同已经是北深大的教练 他也是从大学直接打进这个WCVA的 WCVA赛场上确实有很多这种大冤生球员 女篮这个大冤生球员实力和职业冤差距没有想象那么大 绕切切得非常好啊 但是最后没有能把球打进 四季来了 这边李双飞 哇厉害啊 这个球啊 转化了一个2加1 上赛季是大体鞋女篮的首发空军后卫 进度也是给到四季女篮主角练王位置 休赛期也是刚刚换的一个主角练 加伐伐众 进度是给到了李梦的韩旭 歇一会儿应该第二天后半段会登场 这种差距 所以现在这个场上阵容呢 反倒是双方可以打得更有活力 或者说对抗性会更强 哎呀换人了 那些给 篮下 面对苏盈盈的防守 被打 防得不错这个球 最终是形成了一个争球的局面